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感谢Maryland Life Casino对本期节目的冠名支持 6月14号下午5点,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条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一辆满载着18名中国乘客的中型大巴 在返回酒店途中与迎面而来的一辆小轿车擦身相撞,导致车身翻转 一名中国游客当场死亡,18名游客受伤 其中两名重伤 所有伤者被分别送到附近的蒙特佛农医院、亚历山大医院和费菌医院进行抢救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无锡公使,唐力总领事及多名使馆官员亲自来医院慰问伤者 并帮死者家属处理后事 住在附近的很多华人闻讯后都及时赶来医院为受伤游客提供翻译和慰问 刚才我也和美国博物院的官员通了电话 要求美方进一步协调相关医疗机构给予受伤的人员进行权利的救治 我也要求美方协调警方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 同时也要求美方对我们受伤人员的家属如果愿意赴美国来处理相关事宜 希望美方提供便利和协助 我们对这起事故感到非常的难过 我们也对不幸遇难的同胞表示哀悼 你们对受伤的中国公民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据细 这辆满载着18名中国游客的大坝是在参观完蒙特佛农山庄回酒店的途中 在弗吉尼亚州GW Parkway的路上与一辆迎面开来的小轿车擦身相撞 导致大坝翻滚 大坝内一名周姓66岁的江苏籍女性当场死亡 18名中国籍受伤游客承受了不同程度的骨折磋伤外伤等 其中年龄最大的伤者78岁 年龄最小的17岁 然而引起这次车祸的小车司机和乘客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记者来到医院 看到很多受伤游客衣着鞋子都是血迹斑斑 那名刚刚过世的中国籍游客的家属悲痛欲绝 不停地向记者描述当时的事故画面 他们在他们盖了块白布 在盖了块白布就没有抢救了 目前大部分伤者已经返回酒店休息 截至记者结稿 还有两名伤痴严重的游客被留在重症监护室里进行护理 其中一名需做截肢手术 大使馆派来的官员一直陪伴在医院等待最后一名轻伤者出院 据警方的初步判断 这起事故是由小车跨越双黄线超车与大巴相撞 引起大巴失控造成了翻车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我是记者刘玲 感谢您的收看